第八集,这次是由静小思先来讲解自己的创意思路,他这次依旧沿用了有机这个思路,只不过换成了吴天佳这个方式来说,但是吴天佳这个概念并不能体现这个品牌的重点,而且这个概念也有炒冷饭的嫌疑。 果然,琳达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在静小思没有讲解完就打断了他。 这个思路我觉得不行,心意不够,而且与这个品牌的结合点并不契合。 静小思没有一点尴尬,反而一副虚心好学的样子。 嗯,我知道还有很多不足,希望会后您能给我讲一下,我也觉得有点遇到瓶颈了,有些词不达意。 琳达淡淡地笑了笑。 好。 莫言撇了撇嘴,连赫莲娜也觉得发冷,她好像是在说自己刚写好了一个好的提案,所以现在还有些沉浸其中似的,完全没有天理。 拿着自己的提案讲解的时候,赫莲娜的信心却开始有些打折扣,不过不管怎样,总要拿出来让人判断一下,才能让人认识到她的实力。 赫莲娜深吸口气,开始讲解。 我为这个品牌打造了一个3D的概念,作为推广的主题。 3D的意思,大家就知道是立体的意思,但是这个品牌的化妆品,要怎样与3D这个概念结合,有以下几点。 首先,它们的几款主打产品,都是由三种纯天然的成分组成的。 在讲解的过程中,Linda不断地打断赫莲娜,提出疑问。 为什么只说到3D立体这个点,其他的不加入,会不会单薄? 赫莲娜回答说,我觉得不会,因为我在无限扩大一个点,但是这一个点是那些概念所拖出来的。 比如,我所说的3D不光是一个立体概念,还有整合的概念。 OK,3D立体保湿美白的这个点我接受,但是你在广告设计上要怎么做,怎么突出这个概念。 赫莲娜说,我们可以请电脑3D制图高手做一个3D效果的产品广告画面,这样既有新意又很贴合主题,而且3D效果是最能展现艺术空间的60度角清晰区。 这个角度空间可以满足观看者视域的能量。 康剑插了一嘴,嗯,这个点我觉得比较新颖,就连我们这些男人也会想看看这个广告到底突出的是什么。 琳达点头,赫莲娜继续讲解,没多久又被琳达打断。 你的推广活动方案里有3D电影这个环节,你是要放产品的宣传片还是什么? 如果是产品的宣传片,你知道做成3D的效果要多少费用吗? 那可是天文数字,不太可行。 如果只是让来宾感受3D的氛围,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还有一个备选方案。 赫莲娜拿出林彦的活动方案递给琳达。 你说你为了营造这种3D感官氛围,推广活动要在水中进行? 琳达觉得有些意思了。 是的,在经典花园那里有一个三面玻璃的深水游泳池,活动可以在那里做。 贺莲娜小心翼翼地说,其实那里她也没有去过,只在时尚杂志精美的视觉大篇的拍摄场地提供中看到过。 琳达若有所思。 在这种不停提问,不停解答,讨论并替换不妥的地方中,这个提案被大家通过了。 而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完善这个提案中的每个细节,以及数据分析,费用预算等问题就可以明天再做了。 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已是十一点过一刻了,海地说请大家吃宵夜,拎得扭头就走。 又不是庆功宴,现在吃什么劲儿啊? 说完,拎了自己Bubbery的包就走了。 靳小丝连忙说, 我也不了,奶奶不等我到回家,是不会睡的。 你奶奶对你这么好啊? 莫言感慨, 因为我是女孩,我奶奶可不喜欢我,我爸是独苗。 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 康剑吃笑。 我只有奶奶这一个亲人了,所以…… 靳小丝的眼圈有点红,但她忍住了, 拿起LV包快不走了。 贺莲娜听了,有一种很怪的感觉。 说不出来,可能有些同情,外加同病相连吧。 现在自己不也是只有妈妈吗? 老爸只能一个月看一次,有时忙了就不见。 他叹气了。 康剑说, 要不算了,这要是天天加班,还不要把海地吃穷了。 我住北边,可以负责送住北边的女生回家。 其实,忙碌了一天,众人早就想回家倒头就睡了。 贺莲娜住在朝阳门附近,也算是北边。 墨延租的房就在旁边的盛世家园,海地自己开车回通县。 于是康剑和贺莲娜同行,打了辆出租。 坐进车里,康剑说,师傅,望京,走朝阳门那边,要先放下一个人。 司机踩了油门就走,康剑对贺莲娜说, 你是北京的吗? 贺莲娜说,是啊,怎么了? 那你干嘛在爱丽丝面前矮半头的样子呀? 明明是她的不对,你干嘛就跟哑巴似的? 康剑说,算了,他都说了他不是故意的, 我有和他吵架的功夫,还不如去写方案呢。 贺莲娜叹气,其实他也认为靖小丝是很有实力的, 只看了自己的草案就能做出一份周详的案子, 这里面也有他的努力和实力, 而且知道了靖小丝只有了奶奶一个亲人后, 更不会对他怎样了。 你就这么好说话呀? 行,以后有你吃亏的, 别说我没提醒过你。 康剑想了想说, 虽然我们都是一块儿进来的, 但是肯定有人会先走, 我可不希望是你。 贺莲娜想起斯黛拉的话, 深深地叹了气。 我希望让他们看到我的实力, 真正的实力。 确实, 这次的案子要不是有林彦的帮忙, 不可能那么顺利通过, 而自己总不能老是麻烦林彦吧。 虽然自己可以写美容稿, 公关稿, 可是提案是个多复杂的事啊, 好在自己通过海地林彦, 已经有些明白提案, 应该怎样做了。 康剑说, 实力? 你可先是被他们看到了蠢笨的一面, 坏印象一旦形成, 可没那么容易改变的。 就像你说的, 无限扩大一个点, 而这一点, 最容易的就是缺点。 在康剑心里, 靖小丝是个骄傲的天鹅, 看谁都像癞蛤蟆, 如果能让天鹅低下高贵的头, 那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所以, 它要助赫莲娜这只丑小鸭, 一臂之力。 赫莲娜皱了眉, 确实, 好的可以无限扩大, 坏的, 毅然。 周五下午一点半, 沈飞等一行人准时来到了CIG的大会议室。 赫莲娜和靖小丝, 他们负责接待, 会议室内已经调试好了投影仪, 幕布, 电脑等等设备。 等他们落座, 送上小瓶的农夫矿泉, 大家互换了名片, 都坐了下来。 沈飞的旁边坐了一个女士, 对正好在对面的赫莲娜说, 可以麻烦你让前台帮我去车里 拿下那个蓝瓶的矿泉水吗? 我现在只喝那种水。 赫莲娜有些吃惊, 刚要接过车钥匙, 靖小丝连忙起来说, 光顾着忙了, 都忘了这事, 琳达特意给你准备了, 我马上去取。 那个女人很高兴, 接着看了一眼赫莲娜后, 对沈飞说, 你说的就是她吧, 果然皮肤很好, 就是长相有点普通。 赫莲娜心中不愤, 这和当面骂人有什么区别呀? 琳达抱着一大堆资料进来, 看到她立即说, 卡琳娜, 上周末你不是就说要来的吗?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 你轻点的矿泉水哦。 真的? 刚才那个女孩说你给我准备了, 我还不信呢, 这个在国内很难买的。 卡琳娜说, 这还难不到我的, 这个都不能满足卡琳娜, 其他的就更难满足你的要求了。 琳达卡琳达大笑起来, 靖小丝拿了两瓶包装 很特殊的水进来, 就是这个皇家圣兰吧? 亏得琳达都记得。 卡琳娜笑得柔美, 这年头, 要注意身体保养, 皇家圣兰矿泉水 可是来自侏罗际地层, 每一滴都是五百年以上的矿泉水。 贝克汉姆就喝这个。 瞧她说话的神情, 好似已经在和贝克汉姆对眼了一般。 再说, 也不算太贵, 才五十块钱一瓶, 卡琳娜的笑容绽放。 一定要用这些固定的习惯 来表示自己有派头吗? 一瓶矿泉水卖得那么贵, 都快赶上一袋米了, 凭什么呀? 依我看, 不过是金领心里作怪。 不过还是要感谢沈飞, 如果不是她提醒, 又告诉了这水哪里买得到, 还真不好摆平这个女人。 静小丝暗暗在心里嘲笑卡琳娜可笑的习惯, 可表面上不动声色, 甚至还有些羡慕地说, 那不是西班牙的生命之泉的泉水吗? 好有歌调啊! 坐在旁边的墨岩, 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静小丝, 眼光越过她, 又看向卡琳娜, 立即出现真受不了的神情。 卡琳娜有些想笑, 这时静小丝说, 这瓶子看着都很漂亮, 做花瓶都可以了, 喝这样的水很适合你的身份呢? 贺莲娜实在觉得有些浑身发冷, 弯腰去剪不小心掉在地上的笔, 正看见沈飞也在剪地上的文件, 四目相对, 坦然地对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会议开始了, 是由琳达做讲解的, 海地临时有客户的事情需要处理, 所以缺席了。 琳达果然不一样, 在讲解的过程中, 语调都那么好听, 一扬顿挫的, 仿佛不是在讲解一个提案, 而是在吟诵柔美的爱情诗。 虽然卡琳达和沈飞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但是都在琳达的掌握中继续耐心细致地讲解。 会议在五点半结束, 整整整四个小时, 竟然没有人离开过会议室,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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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还喝了进一箱的矿泉水。 卡琳达对琳达说, 你们这次的提案果然与以往不同, 比别的公司的提案好了不知多少倍。 琳达笑了, 还不是拉尔夫坚持要新人来做, 说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卡琳达温柔地看向沈飞, 你还真有办法。 说着她又问琳达, 是谁做的? 琳达指向赫莲娜, 我们的美容专家, 你看看人家的皮肤, 那才是好呢。 卡琳达走到赫莲娜身边, 仔细看她的脸, 惊讶道, 这么近的看, 还真是嫉妒死我了, 这么好的皮肤太少见了。 拉尔夫说, 她很适合做我们的宣传呢。 说完, 转头对赫莲娜说, 你的案子做得还不错, 不过, 费用预算有些高, 我们还要回去讨论一下。 琳达连忙讨回自己的座位, 抱了一箱矿泉水过来, 康剑连忙接了过来。 卡琳达笑得灿烂, 你怎么准备了这么多? 沈飞走到赫莲娜身边, 低声问, 我还有些细节, 需要和你沟通一下, 明天有时间吗? 看到沈飞俊朗的面孔就在面前, 赫莲娜的脸不自觉地红了, 她点着头, 有。 靳小丝看到沈飞和赫莲娜说说, 有些不满, 但又不便表露出来, 只是咳了一声。 电梯来了, 琳达和康剑把他们送了下去, 赫莲娜和靳小丝往回走, 靳小丝一言不发, 只是踩的地板横响, 赫莲娜停了脚步, 我得去趟洗手间了, 说着转身跑向楼道里的洗手间, 莫言刚要出来, 看到她跑过来, 就在里面等她。 赫莲娜一进来, 莫言就笑了起来, 你们回头看看, 爱丽丝的眼神, 寒得快能把你冻住了。 其实, 琳达今天这么说, 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整个案子是集合了大家的智慧, 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 赫莲娜真心地说, 拉了一个隔断进去。 其实, 公关本身就是属于集体置业行业, 需要这个团队的头脑风暴时刻爆发, 说白了, 就是用头脑来赚钱的行业, 虽然其他行业也要用头脑, 但是, 公关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是一个需要你完美的行业。 首先, 要有洞见, 调分履息的抽丝剥茧, 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才能抛开方案的表象, 深入深层的内容里面, 产生创意。 这又是一个大脑激荡的过程, 敲开别人看不透的外壳, 底下埋藏的是事件的本质, 抓住那个最细小的点, 用创意, 让它闪耀光芒。 然后, 用直行, 借助传播, 把这光芒传递到最远的地方, 然后慢慢让它深入人心, 一点一点改变你的想法。 四两拨千金不外乎如此, 最后, 再用效果评估, 来看穿整个方案的光芒传递范围, 影响力度以及深入程度, 再精辟点。 公关为什么会存在? 原因其实很简单, 企业在一个社会里面, 是无法孤立存在的, 如何与政府、媒体、公众、 NGO、NPO、 这些一个个环节, 如何才能完美地紧紧相扣呢? 这就要公关存在, 公关就像润滑剂一样, 让这一个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条漂亮的项链。 所以公关是资源与人脉, 头脑与面貌, 手腕与智慧相结合的行业, 貌似不惊地, 往往细节处见功夫。 莫言说得豪迈无比。